对灭门血案的家属来说 今天是最沉痛的母亲节 祖孙三个人被发现成是在卧室 警方估计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一周 而警方今天上午就在殡仪馆相验遗体 离清三个人的死亡原因 不过附近的邻居也透露 死者一家人曾经为了遗产撕破脸 还看到男童的脸上有瘀青 疑似在生前遭人虐待 戴眼镜走入电梯的这名女子 就是三重灭门惨案中的死者二女儿 她一如往常下楼拿外送餐点 没想到这段监视器画面却成了最后身影 而命案曝光前死者的大楼保全 就已经察觉不太对劲 不仅保全好几天没看到死者 就连大姐也联系不上家人 没想到再次见到妈妈妹妹 以及小外申时早已是冰冷遗体 母亲节这天死者遗体 在殡仪馆相宴 大女儿难掩悲痛情绪 而她也回想过去这几天种种反常迹象 命案发生的大楼就在新北三重高级地段 附近租金高达四万行情 二十九岁的二女儿和六十九岁的外婆 以及三岁的孙子同住 但一家人的职业却相当神秘 对外都功称无业 邻居透露男童曾说是被叔叔捏的 怀疑男童生前曾被二女儿现任丈夫虐待 但社会局却没有接获通报 根据了解在父亲过世后 大女儿担心父亲有欠债 选择抛弃继承 却发现还有三百万遗产 由妈妈和二女儿平均分配 疑似因为这样 姐妹撕破脸渐渐没了联络 大女儿听闻二号后 悲痛万分 就算吵得再凶还是骨肉至亲 尤其在母亲节前戏 痛失三名亲人要大女儿怎么接受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